关于殡仪馆、纳古塔、小灵馆是否合法 议员提出许多建言 期盼能够做个合法固定的小灵堂 才方便民众使用 有机会来做一个完整的会议 要讲座、益仲、找到小灵堂 找几个年才能找到 不管你的屏障设施 你怕要求八生怎么做 可是你这个设施都完全不符合八生的输求 你有政策吗?有你做吗? 我希望在这家的定期会 会让他很明确的回答 议员史清垂针对公墓施工用电问题 期盼相公所能够出面协助帮忙 议员简锦贤则针对草囤第二公墓的后续动作应该落实 应该要治本而不是治标 期盼能够深中追远落叶归根 因为我们原乡的公墓都比较平原 在修建方面没有那个电 很多的乡亲反映是不是可以不可以补助一些经费 以相公所配合把电拉到公墓那边 他们才可以用这个电来修建 不然的话有时候那个路不好 要搬那个什么法电机什么什么 真的不方便 真的从超正定公所第一级开始 整个对他们的战车公演开始了 包括我们的警察局已经都挖掘很多 我们的遗骸算是我们古人的这个墳墓的时候 挖掘的这个但是实在说 我看你们头部也不要在乡 真的不再好好处理 后续的计划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议员邱美玲针对民众不动产纠纷提出申请 期盼相关单位能够出面协调 从去年开始我们前沟美玲段 这两个有间接纷争 希望说处长你就是赶快的帮他们解决 因为也一直民众跟我承情说 这个一直还没有得到答案 那就是处长这边可能要赶快看怎么处理 议员廖文贤针对头发19线替代道路开通 不但能避开山处的崩塌点 之后也能缩短行车时间 因为它不但可以避开那几个山处的那个崩塌地 而且也缩短距离 从翠兰到例行原来的道路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这条道路开通以后不到一个半个小时 就可以到达翠兰了 所以我希望这个规划报告 一个这个审查完毕以后 专家学者的意见 赶快把它整理出来 定期会上多位议员提出建言 期盼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多加重视 让县民有个更完善的服务品质 民意新闻洪一圈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至少全市 在绝大中的东西 这些很烦的东西 有什么 我会提供的东西